大家好我是杰克森 這次出來帶了這個 Sony 的 ECM-M1 這個是我第一次用Sony自家的基底賣 我覺得它是一個被很多人低估的產品 可能因為大家都覺得它太貴吧 其實也有很多人做過它的評測 但我覺得用了這個產品之後 我想要去討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索尼它可以一直用 各種導法 去無止境的碾壓對手 為什麼Sony 的無反配自家的MI會有優勢 還是簡單提一下 第一當然就是它可以去收錄24bit的採樣音質 像一般相機就連Sony自家的相機 它的麥克風輸入口 側邊這一個 都還是只能收錄16bit的音質 24bit就是它的聲音動態範圍會更大 我是覺得 確實有優勢 但其實也沒有像很多人講的那麼誇張 因為音質還是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麥克風它的聲學設計 還有你使用的方式環境去影響的 當然啦底噪 可能表現會比較好 那第二個優點就是 不用接線嘛 等於現在你的麥克風聲音啊 直接從這個電子熱血走數位訊號進到機身 少了中間的線材啊去影響這個音質 方便性也會好很多 除了前面兩點之外啊我覺得它 這一款設計其實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在於 它有多種極性的切換模式 也就是說你可以去改變這個麥克風它的極性 不管你是要收窄這個收音的角度 實戰中啊音質不代表一切嘛 如果是的話那大家機頂永遠就掛一支 可能MKH416就好了 就像你拍片也不可能為了畫質都 只用十幾萬或者是破百萬的電影鏡頭 在實戰中啊實用性易用性其實還是很關鍵 它就是一個綜合戰力的概念 那像我這次走在路上一開始用GoPro拍 你也知道我在越南市區永遠吵吵鬧鬧嘛 那即使我以前都覺得GoPro的收音效果也很不錯 但遇到這次的這樣子吵詐環境呢 一樣也沒輒 但ECM M1這個時候啊它的優勢就出來了 尤其是這一個模式 LR這一個 在前後收音的時候啊 它會幫你分別把前後的聲音放在左右聲軌 這個模式我覺得超級實用 等於我在後製的時候我可以再去挑 我要用前面的聲音 還是後面的聲音 現港是一個正在蓬勃發展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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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上面就是有四個麥克風 然後會依照你這個播盤的設定啊 去做特定角度的數位增益吧 等於就是用這四顆麥克風去優化 去計算 也就是說它的音訊啊 並不一定是只有放大 他們彼此之間啊也有那種相互抵銷的這種作用 好那除此之外啊我覺得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它可以讓你的五反啊 去收錄四軌的訊號 也就是說啊管你播盤怎麼設定 它的第三軌就會平均去收錄這四顆麥克風的訊號 就是全項收音的意思 怕包音怎麼辦 它第四軌在幫你收一個全項但是-20db的訊號 那這樣一來啊你的收音就會超完整 前指向 後指向 全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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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易 這個對拍紀錄片啊或者是拍Vlog來說啊超級適合的 那萬一你的指向角度啊不如預期 後面這兩軌的全項收音啊還可以讓你做一個背原的概念 那我認識很多人他們非常 對音質有要求 但是很多時候你一味的去追求麥克風音質 在一些比較刁鑽的環境下 你收音一樣會翻車 對不對 你弄了一台跑車結果 比賽是在河床 吉普車慢慢開都贏你 你用一般的高品質指向買可能它的音質有90分好了 但在很惡劣的環境下 他可能會剩下50分 那這支麥克風他的概念啊就是他平常音質可能只有80分 但是在惡劣的環境下 他的這種可以調整的彈性 可以讓你獲得70分的成果 那這個就是很多 基頂指向麥他沒有的優勢 頂多給你一個低切降噪吧 那Sony啊他用刀法 切出各種指向的模式 各種即興 然後再搭配 多聲軌來給你使用 老實說Sony這個東西他上面如果再加一個mic in 那我可以另外再接個可能無線mic之類的 那他真的就是無敵了 所以性能以外的戰場啊 就是在整合 Sony這個品牌啊很擅長在一些地方彎道朝車 像現在無反相機啊 尤其是全幅 四插成這樣子 很多時候我覺得這些相機廠啊其實不應該把戰場 局限在 怎麼樣提高更高的畫素啊更好的格式啊 更好的色彩什麼的 很多時候你看像是這個麥克風好了 他其實就是利用 一些 升學的原理 然後 去讓你可以很簡單的 收入不同角度 不同聲道 這個東西在設計上他絕對 絕對不會比你開發 高感光或者是高畫素 還要困難 我敢說他一定是一件相對 簡單容易的事情 但這種東西啊好像除了Sony之外 這些大廠好像很多時候反而 Catch不到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研發部門都太工程腦 那也有可能這些需求 只有我們這種 很奇葩的人才會想到啊 但你看Sony善用他的這個電子靴啊 就造就了那麼成功的產品 同時呢他也能夠讓其他的周邊品牌啊 一起受惠 比如說像最近很夯的DJI MIK2 他可以裝個套件 讓Sony的無反也可以錄20bit的聲音 那你覺得這個是誰在幫誰 他就是一個魚幫水 水幫魚的雙銀的概念嘛 所以很多人都一直很在意他的音質 錯了 這個東西其實 是要讓你感受這個刀法的奧妙的 你看他這邊還可以切換成這個 Analog的訊號 我去查了一下就是有一些Sony 可能比較早一點點的 Sony無反啊 他還是只能支援走這個類比訊號 但是一樣是從這個電子靴 把訊號輸入進去 好啦 我要去按摩了 越南東西真的好便宜 真的是便宜到 好啦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下方留言 還沒訂閱的趕快訂閱 應該大概就這樣吧 我是傑克森 專外創作者 找好方法 那我們就 下個影片見 拜拜